必来福去追陈一朵的那场戏 我认为还是挺 换个地方拿第一本 继织末节里表达的全都是爱你 你长得真帅 嘎嘎有魅力 嘎醒 哈喽 爱奇艺爱撩砖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高志田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剧中的角色吧 我在光与的故事饰演的这个角色 叫做必来福 他是一个善良 然后很执着 也很勇敢的一个年轻人 从小被父亲寄养到青岛的朋友家里 然后和身边的一帮小伙伴长大 就是整个讲述了一个 这一代年轻人不断成长 然后立志的一个过程 最后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故事 这部戏是讲述八九十年代的故事 有为这部戏提前做了什么准备呢 其实就是我们父辈和母辈的那个时代 和父亲母亲沟通 会有一些 然后看影视资料 你觉得必来福和你本人性格差别大吗 差别好像是不太大 因为大家看完之后 不是说挺像生活中的我 但其实还是有稀微的一些差别吧 这个角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 必来福可能有一个十年的跨度吧 从一个高中生再到一个厂长 这个十年的这个过程 怎么能把他变得不像是两个人 但是又发现这个孩子他崇照 这我可能是他的挑战吧 如果当时是必来福去上了大学 一朵去工作了 你觉得之后的剧情会是怎样的走向 放电话第一呗 像刘梁的那句台词似的 我觉得也会很好 都会很好 如果是这种选择的话 两个人都是不后悔的去选择 我认为你不会太差了 网友都说 羡慕来福有两个父亲 你觉得这两个人对来福分别都有着什么意义 都是很简单很纯粹的父爱 只不过是两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其实一个是生父 一个是养父 养父更多的可能会去 像陈大冬可能会跟你沟通 然后可能会去教育你 然后可能会去帮你说 说在你的事业上 能够帮你疏通疏导 但是像毕设习 可能更多的就是 默默地在为你做 做一些事情 他不太会善于表达 但是他在继织末节里表达的全都是爱你 请分别用一个词 形容陈一朵和梁亚娜 对来福是怎样的存在 梁亚娜是玫瑰吧 陈一朵应该是 用戏里的句词吧 真是吧 毕来福对梁亚娜 其实是年轻人 就是少年 最开始最懵懂的那一份喜欢 而不是爱 陈一朵不一样 其实陈一朵对于毕来福来说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毕来福对待陈一朵的那些细节 是你觉得特别甜的 毕来福去追陈一朵的那张戏 我认为还是挺甜的 在拍戏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设计 我的设计就是觉得男孩 我不希望这个男孩才会 我认为就是简单一点最好 看到别人给他买花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花店也关门了 他就是给他买了一袋子八宝粥 就是你喜欢吃的你爱的 我就给你 就是很单纯 简单的那些东西 请用三个词来案例一下光阴里的故事 温馨 踏实 西部长连 童子楼小分队有群吗 有 群名是什么 童子楼好像就是童子楼的小伙伴们吧 用一种小动物形容毕来福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 有期望 最近的口头禅是什么 对对对 你对什么样的夸奖毫无抵抗力 哎呀 你演的这个真好 你长真帅 嘎嘎有魅力 嘎醒 如果给光阴里的故事改个名字 你觉得还能叫什么 楼的一家人 我也不知道 感谢一直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会用更多好的角色吧 去务员你们 谢谢